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我们陷于什么的处境 我们相信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去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有胆量 使我们勇敢地见证上帝的话语 去我父帮助我们 保守住我们的内心 使我们的内心获得信心 带着确信 使我们听从上帝的话语 我父 我们依靠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依靠的是基督宝血的奥秘 我们一定是能行的 我们相信我父赐福于我们的儿女 我们相信上帝使我们得救 我们相信上帝赐福于我的儿孙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壮胆 使我们有勇敢的心 我父啊 我们相信基督的宝血 饶恕一切的罪过 我们相信我们是罪人 而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饶恕我们一切的罪过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做义人 使我们有胆量 有壮胆的心 在今天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种下善的果子 荣耀上帝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绵羊 那么信仰告白 我们内心时时刻刻都要信仰告白 那么我们先悔改 多悔改了之后呢 先认罪悔改了之后 我们内心再信仰告白 莫读信仰告白 那么相信这时候上帝赐予我们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 在这世上好多人追求冥想 哎呀 听个名曲吧 哎呀 冥想吧 那么在这世上以为这冥想是好的 那么我们内心是有罪恶的 我们人带着罪恶 心里带着罪恶光冥想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呀 就像脏的饭碗里一定会招虫子的 那么我们内心带着罪恶 我内心装满了罪恶 就会招魔鬼呀 所以要靠着基督的宝血洗尽心里的罪恶 饭碗再脏 只要我洗干净了 它就能变成新的碗 重新使用了 我小时候经常看见我母亲煮饭碗 就是特别脏的饭碗呢 先要用热水烫一下 煮一下 这就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要真切地认罪悔改 我心灵洁净的时候 我们心灵洁净的时候 紧紧抓靠上帝的话语 上帝赐予我信心呀 上帝给了我信心 使我内心有这信心了之后 我们内心紧紧抓靠上帝的话语 真言八章二十一节 只要爱上帝 上帝使我领受财富 只爱上帝的时候 上帝赐福于我 这财富是从上帝那里得到的 那么我们内心紧紧抓靠上帝话语的时候 我内心有信心的时候 使我领受这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在信的人心里是有功效 如实的有能力显现出来 铁赛人家前书二章十三节 那么我心里带着什么样的愿望 就紧紧抓靠上帝的话语 但是我心里误会肮脏的时候 这圣经的话语是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的 只有我内心洁净 获得了信心了 这时候抓靠上帝话语的时候 这上帝的话语是运行在我心灵里 使我领受上帝的恩典与上帝的祝福啊 在座的各位 心里误会肮脏的时候 上帝的话语是不会进入到我心灵里的 误会肮脏的只会招魔鬼啊 为什么在这世上有搞巫术巫婆的 有算挂的 犯罪的地方真的会招魔鬼啊 洁净的时候 魔鬼就全退去了 只有上帝是能帮我的 诗篇四十六篇五节 在这凌晨是上帝帮我 世上谁都帮不了我 人帮不了我 只有上帝能帮我们 那么 我和上帝之间是需要一位中宝啊 那么 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 上帝是全能者 全能者上帝和我之间是需要这位中宝 正是耶稣基督啊 中宝只有一位 正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能让我们与上帝和好 那么这正是信心啊 我们一直说信 而我们就不知道这信心是什么 再说的各位 那么 在今天呢 这一天我们出了门 也要种下善的果子 那我怎么生活才是蒙上帝的喜悦 是种下善果呢 我能去天国的时候 这时候的一举一动 才是蒙上帝喜悦的 是能种下善果子 行善事 那么 我种下了善的果子 我才能领受祝福啊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吧 真言十九章十六节 真言十九章十六节 今天大家出了门 无论是去上班 还是回到家里 打扫卫生 无论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有机会 种下善的果子 好多人说 哎呀 我没事干呀 我没事做 我就没机会 种下善果子了吧 越是没事情干的时候 更有机会 种下善的果子 因为处处都是机会 能行善事 到底怎样才是 种下善果子呢 那么上了班的人呢 在工作单位 无论和什么样的人相处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的时候 就是种下善的果子呀 再来台书六章七节 我种下善果了 就能得祝福啊 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呢 经常求自己的利益 种下的都是恶果 久而久之呢 时间越久 发现我怎么这么倒霉 久而久之 我怎么发现身边人都是害我的 因为我一直以来种下的都是恶的果子 给自己积攒的是灾难啊 久而久之就会发现 这些都是我自己种下的恶果呀 比如说曾经谁跟我借了钱 是车费 打车费 那我就全给他嘛 别以借的心态给 以全给的那种心态给呀 情况允许的话 别人跟我借的时候就全给了吧 上帝补偿我呀 上帝赐福于我 给我三十倍以上的祝福啊 马可福音四章八节 真切的祝愿大家 好好生活呀 真言十九章十六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 轻乎己路的避至死亡 阿们 在座的各位 我们遵守戒命 是行为上要遵守戒命啊 遵守戒命的时候 才能保全生命啊 那么戒命是什么呢 爱上帝 紧接着要爱人如己 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到三十一节 什么是爱上帝 什么是爱人如己呢 格林多前书二章九节 爱上帝的人 上帝为爱他的人预备的祝福 是庞大的祝福 那么今天 我们要爱上帝呀 我们认罪悔改 这一切都是为了爱上帝 我爱上帝 领受了上帝的爱 这时候 我才能给身边的人带来帮助 我献出生命 只爱上帝的时候 使我领受上帝的爱 我献出心 献出生命爱上帝 但是我内心带着罪恶 我内心肮脏的时候 我再以为我爱上帝 那都是假的 我心里带着罪恶 是不可能爱上帝呀 首先我要洗净自己的罪 首先我要承认 我是个罪人 我心里是肮脏污秽的 向上帝认罪悔改 心灵洁净的时候 我的心 我的身子 我的性命 也全都是上帝的 全都能献给上帝呀 不足的普通我培养牧师 跟大家做过见证 我健康的时候呢 少吃一顿也没事 但是现在身体特别疲乏 身体特别疲乏的时候 少吃一顿饭 我都觉得特别的慌张 但是尽管这样 每一次到礼拜天 不吃饭 也是特别的有力气 有活力呀 大家知道 只要大家尝试过这上帝的爱 只要大家尝试过这天恩 这圣灵的爱 这上帝的爱的话 大家就能经历 这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力量 比如说小学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 春游 我们都特别激动 明天春游了 今天晚上 谁都睡不着 就特别激动 初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 也是这个样子的 只要出远门 旅游 我们都特别激动 特别高兴 就高兴的时候呢 我们都特别的激动 而上帝的爱 是远超过这一切的 因为上帝的爱 是我的心灵知足 是我的心灵满足 所以每次礼拜天 朴牧师几乎都不吃饭的 昨天师母又拿出 很好的吃的 我朴牧师就说 哎呀 我真是吃不下 我不觉得饿呀 因为太好了 一切都这么的高兴 全身上下就是喜乐无穷的 是充满力量的 我朴牧师经历了这一切 我领受了这爱 我领受了这庞大的恩典 这时候传这爱 传这恩典 这是多么多么宝贵 这是多么多么庞大的呀 在这凌晨上帝教导我们 遵守诫命 只要爱上帝 只要爱上帝的时候 上帝为爱他的人预备的是 未曾听见 未曾看见的庞大的祝福 格林德前书二章九节呀 我们可慕祝福 上帝说哎呀 领受祝福吧 我们就喊阿门 上帝说遵守诫命吧 我们就哎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只要遵守诫命 只要遵守诫命了 就能领受这一切的祝福啊 格林德前书二章九节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心未曾想象的祝福 是非常庞大的 我们遵守诫命 就能领受这庞大的祝福啊 领受了这庞大的祝福 就能真心的爱人如己啊 领受了上帝的爱 依靠着上帝的爱 真心的爱人如己 那么这时候 爱人如己的时候 上帝赐福于我 我又领受了祝福 所以世上哪有仇敌嘛 马太分五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 所以世上没有仇敌 因为仇敌也要爱呀 爱仇敌的时候 上帝赐福于我 上帝帮助我 上帝补偿我呀 所以世上哪有仇敌嘛 谁都要爱呀 而且确实是 世上是没有仇敌的 我曾经也是糟糕的人呀 我曾经也是属魔鬼的 我曾经也是妒忌的 那么 因主耶稣基督 是我属于上帝 使我成为美好的人了 那么在座的各位 如果谁恨我 谁不喜欢我嘛 感恩感谢吧 哎呀 我们拣选了 我属于上帝了 这就是上帝给我的 祝福啊 世上是没有仇敌的 仇敌全要交给上帝啊 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 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 甚至在单位里 在上班的时候 会出现一种情况 哎呦 有些人怎么 人家没招我 我都感觉他烦呢 那么大家好好默想 悔改 我为什么看他烦呢 我为什么看他不喜欢呢 甚至有些人说 我都没招他 没惹他 他怎么总是找我查 总是来找我麻烦呢 有仇敌的时候 是上帝给我带来的祝福 谁不喜欢我 谁恨我的 这是上帝给我带来的祝福啊 我们求他的祝福 为仇敌求祝福 为恨我的人求祝福的时候 上帝赐福于我 上帝补偿我的 这正是遵守戒命 遵守戒命的人是爱人如己 而且仇敌也要爱啊 这时候上帝赐福于我 补偿我呀 真切地祝愿大家 遵守上帝的话语 别人不喜欢我 但是我真心地爱这个灵魂的话 这时候上帝赐福于我呀 所以没有仇敌呀 没有可恨的人 没有讨厌的人 人家恨我 人家不喜欢我 那都是给我带来的祝福啊 我们为讨厌我的人求祝福 我们为恨我的人求祝福 而且也要爱这个人 人家的一举一动 都是给我带来的祝福啊 所以我们遇到不喜欢我的人 恨我的人 我们为他求祝福 为他祷告吧 这时候上帝帮助我的 使我没有仇敌 身边的人都是帮我的 真言十六章七节 所以久而久之都变成 亲爱的朋友了 仇敌变成朋友啊 大家知道雅各一个昼夜悔改 通过一个昼夜悔改 只爱了上帝结果 本来要杀害雅各的那姨嫂呢 变成要帮雅各的人 求敌变成朋友了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内心要存 主耶稿基督的心呀 遵守建民的时候保全生命啊 我领受祝福的时候 我的子子村村领受祝福 遵守建民正是爱上帝呀 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 我的心灵洁净 献出生命 只爱上帝的时候 使我领受上帝的爱呀 在座的各位 无论我们出门 是去上班呀 还是做什么事情 有些信徒说 哎哟牧师啊 我家特别的倒霉 我们祖祖伯伯都特别贫穷 我爷爷那辈子就很穷 我父母这辈也很穷 到我这一代也特别贫穷 这可怎么办呀 现在上帝就改变我的命运 从今天开始 我的命运就已经变了 只要真心爱人如己 我的命运就能得到改变 而我一定要爱上帝 我才能爱人如己呀 只要真心的爱人如己了 无论做什么事情 大家以爱上帝的心 做一件事情 无论谁骂我 甚至破口大骂我 给我吐吐沫 我都能真实的爱上帝 为这个人求祝福的时候 上帝补偿我 上帝赐福于我呀 好多人说 哎哟 我做好事 光我吃亏吧 我这么勤勤恳恳 别人还冤枉我 别觉得是冤枉 这是上帝给我带来的祝福啊 补偿我的 不是单位的同事 是上帝在补偿我呀 我们找一下 哥罗西书三章 二十三节 二十四节 这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允许呀 好多人说 哎呀 好多人抱怨自己没有人脉 没有什么背景 这都不是 这都不是原因的 只要真心的爱上帝 只爱上帝 只真心的爱人如己 这时候上帝为我负责 上帝补偿我的 大家无论做什么事情 以爱上帝的心来做这些事情 这时候上帝亲自补偿我的 在我们教会有个信徒 只做了四季段悔改 只彻底的认罪悔改 做了四季段悔改 我培养牧师算得了什么呀 我什么都不懂 当时那位传道师呢 他还是个大学教授啊 而无论他做什么事情 都是按照爱上帝的心 来做这件事情 那么这位传道师 最终就跟我告白 这位传道师 每个礼拜都是 从首尔来到釜山 就坐飞机来釜山呀 那么 而且孩子还小啊 孩子还小 所以大大小小的包 各种各样的包 那么有时候呢 他们不是空手了 还买很多很多的礼物 越是行李多的时候呢 就下大雨 也打不着车 没有车 那那时候 这个传道师就说 哎呀 如果教会能派辆车 该多好呢 那这时候 朴牧师就责备大了 悔改吧 只爱上帝 我们只看上帝 只爱上帝 爱上帝的人 上帝一定会补偿的 上帝补偿我们呀 上帝和我们这些的允许呀 人补偿不了什么 我们人做不了什么 上帝亲自做呀 上帝在做工啊 所以我们行善 做善事 别灰心呀 上帝一定会衣补偿的 好多人说 哎呀 我们属于基督里的人 绝不会受亏损的 我们一起告白一下 我绝没有亏损 我们一起来告白 绝对没有任何亏损的 我们呼唤阿门 我们所做的事情 上帝亲自补偿我们的 这都是我们亲身经历 也是亲眼见证的 那位传导师 现在去海外 做了明文大学的教授啊 各路西书三章 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以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 必得到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侍奉的 乃是主基督 阿门 好多人来到我们教会 渴慕着上帝的爱 只爱上帝 我嫖牧师 给大家做不了什么 而且我也帮不了大家什么 上帝给大家的祝福 是绰绰有余的 是无穷无尽的 当时那位传导师 只爱上帝 而上帝感动了 嫖牧师的心 让那位传导师 去那个海外的大学 做教授一职了 再次的各位 好多人说 哎呀 是不是光我吃亏了 我觉得我吃亏了 而上帝给我补偿 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只一心爱上帝 只一心爱上帝 要去天国 我能去天国的时候 是身边的灵魂 也要去天国 这才是爱人如己 我们真心的爱人如己 为的是让一个灵魂得救 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 赶紧爱上帝 不如遇到什么的困难 以爱上帝的心 来对待这件事情 这时候 上帝使我有 耶稣基督的心 爱一个灵魂 雅各 一宿认罪悔改 雅各 彻夜未免 一宿认罪悔改 直到有了耶稣基督的心 那么这时候 他看待他的哥哥的时候 就如同看待上帝一样 结果 他的仇敌哥哥 反而变成了 帮助他的 引路的 所以 上帝在做事 这一切 都是上帝的大能啊 所以我们没有仇敌的 好多人说 我经济上还行 我最近 生活也还行啊 但是 来到教会 教会却给我这样不好的待遇 带着这样的心思的话 是得不到祝福的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 是以爱上帝的心来做 并不是看人 不是看外表的 我们要忍耐到底 我们忍耐到底 领受这一切的祝福吧 这是多么多么庞大的允许啊 上帝帮助我们 谁总是欺负我吗 赶紧爱上帝吧 爱上帝的时候 赶紧爱上帝 看待 欺负你的人 谁特别欺负我 让我受委屈了吗 赶紧爱上帝 我的心要 存耶稣基督的心 爱那个灵魂 爱欺负我的那个人 爱让我受委屈的那个人 而且为那个灵魂祷告 这时候上帝赐福于我的 在族的各位 珍惜地祝愿大家领受这祝福啊 有些信徒说了 哎呀 条牧师 真的是很有很有福气啊 那么 我们楼里的好多 街坊也说 哎呦 这位先生 您怎么看着好有福气 很是福相啊 大家知道我们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的话 我们做四季段悔改的时候 上帝使我脸上的恶气消除啊 因为我们都喜欢温顺的人 我们都喜欢温顺的面相 有时候我们胆壮 我们有时候壮胆 像狮子一样勇敢 魔鬼是要抵挡 竭力地抵挡 而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 是温柔的 是温顺的 所以 我们胆壮的时候 像狮子一样勇猛 但是我们也要温柔 温顺 像兔子一样温柔 我们在信仰生活中 是要得以完全的 我们不能光有一面呀 就比如说 又要像狮子一样勇猛 但是也要要像兔子 温柔温顺 那么大家知道兔毛 是多么的暖呀 我们小时候 越是冬天的时候呢 我们都爱用兔毛来 就是 当 就是遮耳朵 我们的人生 就是要给身边的人 带来益处 我们给身边的人 带来益处的时候 就是走向成功啊 真切地志愿大家 领受这祝福 无论大家在哪 真切地志愿大家 做爱国者 拯救国家呀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我父母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遵守诫命 靠着上帝的诫命 我父 求我父帮助我们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做四周段悔改 使我们的心 改换成爱上帝的心 使我们 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都只爱上帝 以爱上帝的心 面对这一切 不再有任何的仇敌 仇敌也要爱 而且为 恨我的人祷告 我父母 真言八章十七到二十一节 上帝 您告诉我们 爱上帝的人 上帝赐福于我 爱上帝的人 上帝赐予财富 而我父 我们多么的愚昧 我们始终不明白 始终不喜悟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认识到 是上帝在查看一切 是上帝补偿我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坚持到底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忍耐到底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允许 使我们的心愿得到祝福 使我们蒙上帝的恩典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祝福祷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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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